记者王荣祥高雄报道,台北垃圾不落地何时开始的? Yahoo奇摩知识最佳解答指出,台北市从2000年起,开始推动垃圾不落地,垃圾不落地这个政策,记得还是民国91年由当时环保署长郝龙斌所大力提倡的,新勇哥物语认为这根本不是事实,怎会是最佳解答呢? 永哥因树增为真部落格马英九市抄袭惯犯的其中一段,内容指出前阵子马受访时表示,推行垃圾费随贷征收是他八年市长任内最得意之政绩,事实上,垃圾费随贷征收是为陈水扁市长时代构想及做法,原先垃圾费制征收,始于1991年随税费征收垃圾费, 1997才改为随水量征收垃圾费,但用水量与垃圾费并无直接关系,在环保团体多方催促下,陈水扁主正下的台北市政府终于1998开始事半垃圾费随贷征收, 该年4月1日起,大安区群英里,中山区行政,杭仁,杭孝,夏皮,江宁,江山里,共七个理先行改用专用垃圾贷清理垃圾,随水量征收垃圾费也立即停征, 此政策原定于1999年7月在台北全面上路,不过陈水扁却连连失败。 永帝表示,阿扁有敢于守善市区的台北每到夜晚,一些巷口甚至大马路旁,一堆又一堆垃圾堆积如山, 使得台北城演然是垃圾城,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,大部分宪政或参与阿扁市长推动垃圾不落地政策, 与市办垃圾费随贷带征收的市民及同人都还健在,市政也居在,怎可颠倒是非,用割缓夹, 强调阿扁并不认为马市长抄袭,市政推动有其连续性,一棒接一棒, 没有阿扁的垃圾不落地政策推动垫定基础,拿来后来的垃圾费随贷带征收的实施。 而阿扁之前郭敏党籍市长,先是随水费征收垃圾费,1991,再改为随水量征收垃圾费,1997, 直到1998年4月1日,市府推动垃圾不落地政策有了成果, 阿扁市长才选择大安区一里,中山区六里共七里,开始事弹垃圾费随贷征收, 预定隔年1999年7月全面实施,可是阿扁连任失利, 马市长上台继续推动且顺利圆满成功。 阿扁当然高兴,永迪呼吁柯市府,是否该还给阿扁一个公道? 而网络最佳解答当然也要改改。